2016年6月2日 由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举行了中国熊猫杯学生中文真文比赛发布会 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家友谊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成功举办2013年中国熊猫杯学生中文真文比赛 2014年青春才艺表演 2014年中国熊猫杯书画比赛 2015年中国熊猫杯视频大赛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好评 在此基础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今年继续在安大略省曼尼托巴两省在校中小学生当中展开中国熊猫杯学生创作演讲大赛 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承办中国熊猫杯学生创作演讲大赛 由安省和免省各教育局各中文学校为单位组队 我是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的任彦宏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2016年中国熊猫杯中小学生演讲大赛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活动是领馆继大熊猫来多伦多以后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 这个活动今年主要是演讲 以前呢我们搞过真文搞过书画 我们也搞过才艺和视频大赛 那今年呢我们是搞的是演讲 那么反正是不同的形式来弘扬中华文化 来展示我们的青少年学生学习才华 然后这个活动的信息具体请大家看 ccesc.ca 那么在学校选拔的基础上 我们在电视台举行决赛 决赛完了以后有领馆颁奖 这次活动有奖金 奖杯和证书 那这次演讲比赛呢我们是交给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承办 那么他们会组织这个我们大多很多地区 包括曼尼托巴省的有关的教授中文的学校 那么组织这些学习中文的学生 在各个学校举办这个演讲的比赛 那么最后呢通过基层各个学校的这个选拔 最后选出这个参加总决赛的选手 那么总决赛呢可能将在今年的九十月份 在加这个敦多举行 那么到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现场的比赛 由评委评分能够评出这个中学组和小学组的这个名词 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求还是我们要自己来撰写文字呢 还是我们有现场的这个文字 是这样的这个要求不一样 就是我们设想的是中学生呢 最好是自由撰稿 自己写这个演讲词 然后来演讲 那么小学生如果中文水平够的也可以这样 如果是不够的呢 你可以自己找一篇文章来做演讲 因为你看这个中国熊猫杯嘛 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 之前有作文大赛 有书法大赛 是吧 还有才艺的大赛 那么其实学习汉语呢 很重要的是听说读写 很重要的就是要讲 是吧 你光会看书光会写还不行 对一个语言一个文字的掌握 你还要通过讲来说话 对 所以呢我们今年就想在这个使用语言 是吧 讲中国话 说好中国话 这个角度来做这个事情 各位朋友 各位媒体的记者朋友们 还有各位老师 大家中午好 首先在这里呢 我代表总领馆 欢迎大家在摆忙之中 撑出时间来出席我们今天这个 2016年中国熊猫杯中小学生演讲大赛的新闻发布会 那么我今天 哪一个路上呢 我还在想 就是说今天这个发布会上 我跟大家讲些什么 这个中国熊猫杯的学生的比赛呢 我们已经办了好多年了 这个是一个系列 已经成为我们总领馆 在我们总领馆 开展华文教育的一个品牌 那么过去几年里啊 我们曾经举办过这个中国熊猫杯的学生作文真文比赛 举办过这个学生才艺比赛 还有书画的比赛 那么在去年呢 我们又因应这个高科技新潮流的发展 又搞了一次中国熊猫杯的学生视频创作大赛 今年我们又一次相聚在皇家立宴 这个熊猫杯大赛啊 是刚刚张总已经讲了 是一个系列大赛 这个大赛本身 它就是体现咱们主集国中国 对海外华人华侨子弟的关怀和爱护 对我们华文教育的支持 我们希望安省和免省的广大中小学生 特别是华文学生 踊跃参加各中文学校 各教育局所在的教学点 认真组织安排 在国庆的以后啊 我们就来进行颁解 好 谢谢各位媒体的大力支持 谢谢 你刚才问是吧 就是这么多年 总领馆在普及华文教育方面 做了这么多事情有没有成效 那我的回答 那肯定是有的 百分之百的有 是吧 这个大东多地区有六七十万华华侨 那我们学习中文的这个华人的子弟很多 另外呢 现在非华裔的其他族裔的很多孩子都在学中文 据我所知这个多多工校教育局和千古教教育局下面都有很多学校开办了中文班 那么我们总领馆呃也带国内向他们提供有关的这个中文教材 那么每年到我们总领馆来取教材的人数指针不减 这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到学中文的人是越来越多 另外通过我们举办这几次比赛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学习中文的孩子们的对中文的掌握 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了解和认识是越来越深的 所以 稳定网员 这就是 您的知识 您那是 观众 您 您 感谢观看